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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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装片子里边也是正常的 他说没病 可是你自己觉得是没病 你躺在床上觉得没事 可你都走路了就不行 本来你好像菜市场去一次没事 现在另个菜来头回来很累很累 不知不觉在体力下架 不知不觉在心肺功能下架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 也是自卫病 我们怎么能够把心肺功能 一直保持在很好的状态 那么我们中医呢 对于这种新功能 还处于早期状态 还没到这种心理设计的状态 早期的开始设计了 那么这种情况呢 我们用中药来 有中药有饮食来解决这个 药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来帮助你恢复 维持一个健康状态 那么中药什么最好呢 中药是人生最好 人生上一节我们已经讲过了 人生有好几种生 你要从一两遍开始吃 只要你坚持长期吃 我们以前有个肿瘤病人 晚期肿瘤病人快要死了 他已经三天三夜不吃东西了 家族呢 冬天很冷很冷 凌下已经到凌下几 凌下三度四度 家族都长期排下来 家族都受不了了 他说反正治不好了 那他走吧 他说 但是他们家族 他们要把我们盐水都拔掉 我们说我们医务人员不能拔 你自己把是你的事情 我们不能把他们家族 硬直投币 把盐水全部拔掉了 也不一口语 盐水都不进 就这么浅化 氧气拔掉了 但是我们每天跟他心底都在做 他心底要不停滞 不停滞跳动 我们不能学不死亡 他神智也不清楚了 那么这样情况之下 就三天三夜 哎呦 心脏就是没停滞跳动 他说这么坏的 家族 我问了 他说他吃了十几年的红身 人身 长期吃人身的 就是我们看到是 长期吃人身的心脏 就快要死的了 甚至晚期肿瘡了 快要死的了 他心脏就不停滞跳动 那么说 所以我建议 这个人身受伤害 每年冬天要买到十凳人身 十凳 就不是这富贵人家吃的 希望这个人身要重视 精灵方面重视质量 不要没假的 重视四年开花 希望更多的四年以上的人身供应市场 那么我们说 我们也要挑选好的人身 人身里边什么好的 人身呢 可以造假的 炉头也可以假的 这个什么都是没法假的呢 它是虚续 人身的虚续就是根了 下地下的根 虚根 虚根里边有一种小的颗粒 眼睛看不见的 但是手摸 经常摸经常摸 有种手感 里边有一种小的很颗粒 如果在放大镜里边或者线维镜里看得见的 颗粒 颗粒越多 生命它年代越久 这两个好 颗粒越少 生命是一年的 甚至摸到偶然摸到一颗两颗 生命一年两年的 甚至一颗都摸不到 一颗都查不出来 什么是假的 有些杀生 杀生了也很像人生 但吃吃不坏的 吃不坏 有些老婆也很像人生 有些做小老婆了 我们做酱菜里边的 做小老婆 它也有叙叙 也很像人生 这个颗粒上面有个颗粒 好接上去的 颗粒表示年轮 都好接上去 假的 做得很像 晒干的也很像 那么这个叙叙 上面的颗粒是造不出来的 他们药材公司 中药专家 他们怎么见面人生 真的假 好乐会呢 真的年份 就是摸可叙叙 有时候老爷经验丰富的人 经常经常摸手感 非常好 他摸得出来的 在放大间里面看 也看得出来 所以我们吃人生 这是个方法 你们长期人生的人 这个深色胜利比较虚的 红色胜利是没虚的 那么这个深色胜利 你一开始摸不清楚 时间长的 你手感也会越来越好的 也会摸得出来的 这是这个颗粒是无法造假的 那么 所以我们说 长期吃人生 从深色胜开始 或者从深色胜开始吃 一片两片 吃了以后 佛了 佛药了 生硬了 既然会越吃越大 越起越大 你吃十年八年 一六十年 你就能抗塞脑 你就能够保护心脏 保护内分泌功能 保护脑功能 也能保护你的皮肤 你的皮肤非常好 保养你的皮肤非常好 真的是这个 是我们说 真正最好的补药 是人生 价格也不贵 远远比东中下场便宜得多了 比业务也便宜得多了 除了注重心脏功能的保健 老年人还要注意保护脑功能 中医认为 脑为随海 保护脑功能 与安宁心神有关 与滋养五脏有关 与流通血脉有关 老年人脑功能的退化 最突出的表现是 记忆力减退 反应迟钝 还有失眠 凿醒 那么 中医有什么好的条理之道呢 老年人呢 比如说老年到中年以后呢 大家都知道脑子记忆减退了 没想起身那么好了 小时候 这是自然现象 因为到年纪一老 这个记性也差 可是有人呢 可是人家是不是都延换一点呢 慢一点 那么 晚上睡觉呢 早醒 睡不着了 或者就是睡不着 场地常常睡不着 或者就是老年人三点钟就起床了 所以我们说 因为有老人 就睡不着 我说朝观点那边 农村镇上的朝观点那边三点钟就开罗了 就是许多农民老农民就来吃喝茶了 就那么早醒 可是早醒到晚上呢 都没精神 他就打开睡了 这样呢就是睡了 年轻人晚上不到一二点钟 十二点钟到不上睡觉 可早上爬不起来 可老年人呢 到晚上就没精神了 这个早上那么早 那么早就醒过来了 所以这是 就是这种变化 变化 这是老年子脑子在坐垫中的睡态 老年睡态呢 如果你这个拱穴长 你拱穴不做 什么脑微缩 那就 那就这个睡态更快了 所以后来当老年痴呆症的时候 做出来了 那么反应磁症 所以这是老年的脑功能睡态 那么中医里边是不是有要能够 使得老年功能睡得慢一点呢 能够睡觉好一点 记忆增强一点 睡得慢一点 这是有的 中医的睡眠跟西医的睡眠不一样 中医的睡眠是 两年安眠要吃下去 十分钟只能睡着了 第二天起来精神微靡 头晕晕晨晨晨的 每天要吃 而且尽量于吃一大 吃一瓶不够吃两瓶 两瓶不够吃三瓶 吃一瓶不够吃两瓶 又吃一瓶 中医是白天兴奋 新兴奋后一子 白天吃了以后 是精神非常充派 晚上睡得比较好 第二天早上起来 心疼也很好 两中不同的文化 两中不同的医药 医药的方式不一样的 观念不一样的 我们吃中药 是白天喝中药的 白天还来拿人家 白天喝 这不是零睡觉吃的吗 还没有 中医不是的 中医是早上吃的 早上一等 中午也吃或者晚上也吃 早做 晚上吃了晚饭就吃 吃了晚饭 六点吃晚饭到 十点钟睡 所以我们还有四个小时 我的自己的经验放了 叶焦灯汤 叶焦灯三十个 酸糟仁十二克 还有两味药 一味药的叫 仓婆 还有一个烈草 叶焦疼 我们发现叶焦疼 白天都分开来了 那么发生这种现象 现象以后的 他就把叶焦疼拿来 睡觉 吃的非常好 吃了以后呢 叶焦疼就能睡觉 每次我们 我们临床效果是很好的 用三十克煎汤匙 三十克就是手无的疼 药定里有的买的 加工好的 切成碎片的 你进进汤匙就可以了 价格也非常便宜 也小等 还能酸枣仁 酸枣仁这杯药呢 现在不是早宁高浪呢 早宁高浪 早宁高浪里边还有安定的 是西药 还是要量多少我不清楚 所以他也在晚上吃 吃了以后睡觉睡得很好 那么我们说 酸枣仁 我们不是中药酸枣仁 本身就能够睡觉的 也是白天吃的 摆在中药里边 一般用四二克 是仓谱呢 就是我们 仓谱什么东西呢 仓谱就是我们端午节 在门上挂的 去写的 去写那个仓谱 谱呢 这个好多老人 老人都知道仓谱 是仓谱 那药定里得买的 干的 一般的十二克到三十克都可以 他也是镇定的 还有一个利潮 利潮什么东西 夏天我们陪腾的 叫拉拉腾 拉拉腾 夏天买这个腾 围签上面 小区围签到处都是 都是 也不值钱 这方法也管用 但是用新鲜的效果 还比干的还好一点 所以我们说利潮有三十克 也可以 十二克也可以 这一几天就能够帮你睡觉 睡觉的还有一个好的方法 我们医院睡眠也就是我们有一个老中医 八十多岁的老中医 他非常有名 也是上海民中医 他是研究花生液 治疗睡眠 效果很好 你们到处的中国地区吃花生米的地方 多少地方多少有 好多花生 花生液都没用的 都烂掉 做有剧肥的 没用的 那么花生我们就是到苏北 因为上海地区不吃花生的 不吃花生的 就是苏北出花生的 花生地区就那么是 非常便宜收过来的 就化多劳动力了 他们不要的 他们都丢掉了 那我们把它收过来 收过来就注重花生液躺见 花生液躺见以后 让病人作为客气的研究 效果能够治睡眠 如果你们把花生液 睡干了以后 被家里置在睡眠 就自助汤匙 效果一样的好 就是有的是 味道有的是 但是不苦 所以我们说 这个花生液 都方便 老年养生 肺部也应作为重点 中医认为 肺为人体十二经脉之时 如果肺气虚衰 不仅会使人气短喘促 而且易感外血 引发疾病 像百合 沙身 麦冬 燕窝等等 都是润肺养肺的良药 此外 对于一些人的咳嗽 痰多 中医也有几个简便 常用的治疗方法 那么我再讲一讲 大家呢 其实有一点 大家民间有个单方 我们中医也介绍了人家吃的 一个方法呢 我们生理 就杯目 等生理 我们 咳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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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咳嗽 感冒以后 咳嗽不停 感冒好了 但是咳嗽 他这里老是痒 有一丁丁痰 痰嗽不出来 很难过 那么这种呢 我们介绍一个方法 就是 介绍一个方法呢 就是我们说 有川败等生理 杯目有两种 川败跟相败 四川错的 和浙江 浙江错的两种 中医里边也是区分的 但是他经常 在一起使用的 那么我们说 一起使用的 川败像一起使用的 梨 都可以 来样里 唐山里 亚梨都可以 沽种梨 香梨都可以 梨 把这个心子挖掉 切成片 皮去了以后洗干净 皮也切得 皮也要的 但心子不要 把川败膜三刻 相败膜 这败膜呢 这败膜十二刻 我这十刻 一个三刻 一个十刻 摆在里边 这家的冰糖 一起 割水蒸 摆在碗里边 碗里边 这个锅子里边 摆地水 这个碗里边 再割水蒸 蒸了半个小时 这个冰糖全都化了 林呢也说了 但是川败这败呢 是不会溶解的 它的水呢 它的有效成分呢 溶解出来了 它这个粉呢 粉末脏的 它是不会溶解的 那但是有效成分 是水蒸 叫败膜碱 败膜碱 它就溶解出来了 然后把这个梨 这水把这个药 川败膜 香败膜的药 这败膜的药 全都吃掉 这个家庭应用很方便的 这个方法就能够 治掉这种咳嗽 对慢性气管也得咳嗽 也有效 对老烟鬼 尽量抽烟 抽一包两包的烟 还已经吃了几十年的 这个团子吐在这黑的 说明你的气管呢 跟你的烟嘴呢 一样在里边一层膏 烟膏 捏在气管上面的 到后来的清除 非能够清除啊 到来清除功能都不行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谈就吐在这黑的 老是喝不停 那这种也可以吃 保护你的肺 保护你的肺 如果我们有条件的 在北地烟恶更加好 那这是更加好 这是我在北两个动作下场也可以 如果北地人生也可以 北地两三批人生也可以 一起生 所以我们这种方法呢 是民间都能做得到的 现在的条件呢 有很多人家里条件也大 很多人家里也做得到的 再介绍的方法 这个刚才的讲的是 这个川北森林呢 他不化痰 只可以是化痰多的 还能痰 痰去不了了 我们说我们用琵琶 琵琶叶 琵琶叶家里面 花园里面多得很 琵琶叶跟这个卤博 或者卤博纸 琵琶叶里面有毛的 一枚光一枚毛 这毛要去掉的 毛要刮掉 挺麻烦的 刮掉 这个毛切得奇怪 这个毛黏在器官里 反正养了咳嗽 刺激咳嗽 这毛要去掉 包括琵琶叶新鲜的也可以 所以甘理也可以 琵琶叶的倒到碎 切切碎 切碎以后 跟着一拿一枝萝卜 或者萝卜纸 一起在整 有多少琵琶叶 一般的我们长用这两三十克 那么你这个家里 要你拆得来 反正就有十几片就可以了 这几片洗洗干脆 毛去掉 去倒到来 它也不会有没有多性的 多一点少 也无所谓的 这个萝卜可以吃的 琵琶叶吃不进去的 就喝了个汤 煮也可以 煮了把它煮成汤吃也可以 老婆一般淡的没有味道 人家咽不下去 你愿意吃下去也可以 老婆 碧巴叶是吃不进去的 如果你碧巴 碧巴也可以 碧巴保存时间太短了 六月份这段时间 一般甩锅定了 后来就买不到 锅里寄置就买不到了 碧巴一件事情都有采得到 所以呢我们说 别巴也是个非常吃 克服的非常好的方法 可是家里面多人做得到 就是感冒以后 克服克不停 跟慢性气管炎 克不停 别巴也都有效果 骨质疏松是许多老年人 甚至是中年人的常见症状 特别是女性 体内的磁激素下降 钙磷代谢不平衡 都会导致骨质疏松 那么骨质疏松就要补钙吗 多吃钙片就能够延缓骨头的衰老吗 上海市民中医 上海市中医院终身教授 上海市药膳协会会长 神匹安继续为我们讲述 科普新说 钥匙与养生系列第七集 保健养生延缓衰老 骨质疏松 我们以后可能还要讲 这是胜利讲一讲 骨质疏松是一个人的正常的胜利现象 到老年有骨质疏松了 是为了最后人 所以你看看我就看一百岁的老人 我们祝愿变成 拍到片子里边骨质松的一套 他寿命很长 骨头疏松又不影响生命的 哪个骨头疏松影响生命呢 而最后影响生命是肿瘤要死人的 大家都是生癌死掉的 正常言 心急梗似 心脏病要死人的 心跳停止要死人的 那么这我们说 我们谁能够获得长 不生癌的人 谁获得长 就是心脏功能好 就获得长 只要你心跳 心脏心肌功能越好的人 寿命越长 那么你 那么这个这个骨头疏松 可能我的我的体会 就是骨头疏松 人到老了以后减轻体重 减轻心脏腹带的 一个正常的胜利现象 是个自乱现象 哪个到老了 也不受送的 而且补也补不好 你补了该以后 过去说解决了 没一个人解 过去都不收送了 但是有的过去收送症了 这是个风射病 另外一回事 以后再讲 风射病 那么这个是要治疗 要治疗 是另外一回事 它过去收送症 产生一个病了 变成一个病了 一般没有症状 没什么不受过 就不什么该了 你就隐身里边解决 那么中药里边 许多许多 生儿里边也许都不该 这烟害地区的 是摩里 是半括 这都是钙 这克里都是钙 而且是有机钙 有机钙 有机钙吸收都非常好的 但是这个克就都丢掉了 不要承拢是扣也是扣 这种克里边 它能够住了以后 它能够溶解水 部分的溶解水 当然都不溶解水的 这点够了 你经常吃一点 这种当时我们这些汤啊 怎么克就丢掉了 克丢掉就对 克也咬不动啊 那么就丢掉 这些汤把它烧在菜里边 就能利用这个有机钙 就是真正好的补钙的方法 钱都不要花了 沿海的地区 不丢海的地区 螺丝也行啊 螺丝 螺丝舔螺都行啊 所以这是 它是有生命的动物 远期动物 有动物是 它有生命当时有机钙了 我们补的钙片是无脊钙 无脊钙不吸收的 那么钙多了以后 也麻烦事情 钙起来学钙高了以后 它铲垫出来就是几色 我们胆结色是胆酸炎 短酸钙结色 我们鸟结色 圣结色是鸟酸钙结色 我们不是讲鸟酸鸟酸吗 鸟酸高了以后 要生痛风呢 那么鸟酸跟钙结合在一起 叫鸟酸钙 这个圣结色的成分 就是鸟酸钙 就是还有零酸钙 这个胆结色的 还有胆固酸钙 胆固酸钙 胆固酸钙 就是我们说 胆酸钙 就是钙 就是我们钙太多了 成分吸收太多油 这血量溶度太高以后 沉溺出来 就是造成 我提供的提供的原料 你老是要生提供的 我说你不要吃钙片 吃人家吃提供 胆固酸钙 没办法 肺的 接受吃了以后 就过这收松了 那么它只能补改片 肺部的改片 那么你不吃接受的病 你不是病 你正常人 你不吃接受 你都不改什么好处了 你要过头 要一经流色 把它补进去 那是很困难的 但是我们保护 改得流色 不止于流色 就延换了 这个固执收松的过程 老年人为了增强体制 防病强身 充实生活 需要多参加一些 适当的体育运动 但是毕竟年事已高 老年人在进行锻炼时 要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 中医主张动 主张气血流通 而不是只提出运动 激烈的运动 造成老损 造成审害 甚至造成猝死 老年人是要注意的 我们说 我们运动要行绪陷进 从小就锻炼起来的才可以 你从小不锻炼的 你亲了老年人不要去 已经到中年人老年人 就按照你原来的生活习惯在进行 不要改变太快变太快 你看看一百岁家庭妇女老太 哪个是运动员所生的 他运动 他穿过棋 他说我棋 有的人甚至书都没有 有个棋草都没上过 一百岁老太 农场里还小叫了 他什么了 他这样活一百多岁 我过去看了一个老太 根据病房收的老太96岁收到病房里了 上肺炎 我们跟家族说高龄妇女上肺炎可能救不活 他说我不管你 只要你收进来就可以了 就进到人世了 96岁了 但是我们肺炎跟他治好了 他活到106岁 这个X2片子拍在锅头送的一套 他心功能非常好 心脏功能非常好 心得完全正常 他肺功能也非常好 肺炎是临死的 抗菌水掉就好了 他肺功能也很好 所以上面他肾功能也很好 他武装功能都很好 他怎么吃的 我问他你怎么保养的 他从来不吃食药的 这是第一次 你问皇军说了 他说有时候吃的中药 就在我们医院各备 有时候吃的中药 保养的中药 他喜欢吃什么东西 喜欢吃蹄胖和鸡 一个星期一个人吃一条蹄胖 三天 第六天的时候吃一条鸡 一个人吃掉了 到九十几岁这么吃 那么健康 我说你有时候要摆的东西 摆的中药 他是有时候摆的 摆的枸杞吃 有时候摆的天马 摆的人生 他有时候也摆一点的 他是调掉味 这是多不苦的 所以他 他后来到他们加速说 他106岁去世 脑袋很矮 矮矮的 声音非常洪亮 所以我们要睡老 我有一个老病人 有个病人在厂上躺了四十年 他身体很好 没病的 他活到九十岁 就那么武昌 武昌 他什么时候起床 他接手起床了 吃饭 就上医院起床了 他没退换 他能够走路的 他就在厂上 有人伺候的 有人照顾他的 有个宝墨照顾他 他躺在厂上四十年 活到九十岁 他说我起床以后 内上就下垂了 内上就下垂了 他说我要躺在厂上 我觉得很舒服 他一直躺在厂上 躺在厂上 就那么大小编吃饭 跟上医院特药 就那么 没有退换 四肢都很好的 没有退换的 他脑子也很清楚 才活到九十岁 所以我们说 我们终于将气血流通 就能长寿 不动了 如果不动了就死掉了 三个肿瘤 肿瘤们也堵住了 一个肿瘤 把你这个气血都流通了 所以要死掉人了 所以我们这气血流通 就能活生的产生 所以我们抗生老的 一个大的特点 就是保持这个人 气血流通 好 谢谢各位 这一讲就到这里了 三九补义冬 来年少病痛 冬令进补 是我国历史悠久的 民间习俗之一 而高滋药 作为中医独特的调补方式 已在中华大地流传了几千年 那么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神奇功效 欢迎继续收看科普新说 药食与养生系列第八集 冬令进补 高滋药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